说到豪车 你想到什么呢 马沙拉蒂 布加迪 还是法拉利 都不是 最贵的豪车呢 就是咱们国产的 妥妥的国货 它呢 就在我的身后 有一辆车 秒杀他们所有 它就是被译为青铜之冠的 秦始皇的铜车马 它是中国考古史上载质目前出土的 体型最大的 结构最复杂 驾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 它呢 就像一辆穿越历史的时光战车 风尘普普的迎面而来 今天穆子呀 悄悄的告诉你 它呢 还有一个黑科技 是任何一辆车都没有的 那么今天穆子呢 就带您走进去 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走吧 它是中国考古史上截止目前出土的 体型最大 结构最复杂 系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 发现铜车马的时候呢 它们的位置距离地面差不多是七八米 当时那个随葬坑啊 是一个长方形的数学土坑 那么底部呢 当时有一个木骨 木骨里面呢 有两个铜车马 木骨呢 早已全部腐烂 上从天土呀 全部塌了下来 把两辆铜车马呢 压成了碎片 三千多块碎片 穿越了两千多年 薄碧铸件全部压坏 马腿呢 当时也全部被压折了 幸运的是呀 铜车马呢 当时没有被盗过 所有的部件呢 也都在原地 当时光修复就花了八年的时间 考工记里有这样的说法 一气而成 聚烟者 车为多 也说明了修复铜车马的复杂程序 而且呢 到了1988年 两辆马车呀 终于被修复完成 修完成之后呢 是什么样子呀 咱们呢 赶紧去看一看吧 快看 就是它们 一共有两辆车 两辆车大小呢 也就是真人真车真马车的二分之一 车 马 玉手 全部都是青铜铸造的 整体呢 都是彩绘的 非常的漂亮 两台车主要材料呢 是青铜 所以呀 叫铜车马 实际上车上呢 还有大量的金银构件 两乘车上的金银构件可重达14公斤 它们是琴带典型的单元双轮车 前面的呢 叫高车 后面的呀 叫安车 不是有句话吗 历程 约高车 坐成 约安车 听名字呀 咱就知道了 这个历车呢 它就是高车了 是车夫站着驾驶的一种车 是从过去的荣车 坐站用的车发展来的 安车呢 是坐着驾驶的 后面呀 还有两个车厢 前面呢 有一个车厢是半封闭的 人坐在前面驾车 后面呢 还有一个封闭的车厢 是主人坐的 重点来了啊 您看 后面车厢居然带这个窗户 还是个纱窗 冬天冷了 可以把窗户关上保暖 夏天呢 窗户打开 既可以通风 还能防止蚊虫 真的太厉害了 这不就是相当于 现在这个旅行空调车吗 按照历史文献记载 这种车通常是身份比较高贵的贵族乘坐的 那么秦始皇呢 地位至高无上 他坐的马车呀 是有六匹马 他还下令全国严格执行天子驾驾的制度 这意味着除了秦始皇本人 世界上没有人能坐六匹马拉的车 除了这之外呢 还配备了四匹马 一名御手和一百多组零部件 每组部件呢 或每根皮具 又有几个到几个小构件连接 组合形成 每辆车的构件啊 累计总数达到了三千件 是不是惊掉了下巴 有朋友可能好奇了 两车的伞都是什么用途呢 你不要以为它是遮太阳的 木子告诉你呀 这伞可是大有乾坤 它是能拆能卸的 有特质的卡槽 为什么设计这么复杂呢 记不记得荆轲刺秦王 其实呀 它是为了保命 那么历代军王贵族呢 都是身居高位 危机四伏 安全问题呀 肯定呢 也非常在意 这把车的伞呢 在拆开之后 它是一根锚和一个大的盾牌 这个伞柄中间啊 它又是空的 那里面呢 它又暗藏了玄机 如果当时遇到危险的话呢 里面所有的武器呀 它会同时发射 你可以想象一下 雨打沙滩万点坑 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想想都不寒而栗呀 这下您理解了吧 它是伞 更是保命的武器 所以说 当皇帝是幸福的 也是不幸的 我们感受不到帝王的快乐 当然呢 也感受不到他的痛苦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际遇和轨迹 每个人不论身份地位 最终呢 不过是沧海历史中的一素 记得每天要开开心心的是最重要的 您还知道哪些古代的黑科技呢 欢迎留言在评论区 观众木子 下个视频 带您走进秦始皇的兵马俑 您看到了吗 就在那座山上 红色的位置 竟然藏着两座汉代古墓 相传胆子再大都不敢进去 里面还发现了很多宝贝 其中三件 可谓是世界罕见 尤其是那件禁止出国展览的金铝玉衣 可以说是一件比一件珍贵 还有两千多年前的铁铠甲和环保灯 您可能都不敢相信 两千年前古人就有环保医师 关注木子 今天就带您爬上去 看看这座神秘的古墓和那些无价之暴 出发 这想要爬上去还真不容易 您看 够高吧 图中呢 墓子给大家讲一个墓主人 他就是让无数人都羡慕的中山靖王刘胜 他的父亲呢 是汉景帝刘启 弟弟是汉武帝刘彻 王后呀 是窦太后的孙女叫窦婉 根据记载呢 刘胜是13岁继承了王位 中年53岁 在位是43年 他一生中都在干什么呢 就是在生孩子 有记载 他的儿子呀 生了120多个 女儿呢 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说他是古代2000多年来最幸福的男人了吧 您快过来看 刘胜呢 虽然是王 但是他的地位呢 是所有王中最高的 仅次于皇帝 所以呢 这座古墓的规格呀 也是按照帝王规格所修建的 这个墓道的长度呢 是51.7米 最宽的是37.5米 最高处呀 是6.8米 完全是一山就市的形式进行开凿出来的 墓室顶部的是拱形 势必呢 是弧形 从整个墓室的结构看 这座墓呀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它的工程兼具 规模宏大 当时凿冲之后呢 又在不同的洞室分别修建 墓垢的瓦房和石瓦房 形成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充分提下了誓死如生的观念 在墓道两端 开早有南北尔市 南尔市这边呢 主要是放车马的 北尔市呀 为库房 是存储粮食和饮料的地方 中间这里呢 是一个宽大的厅堂 在后面这边呢 是内室 这里边呀 还有一个用汉白玉做的官床 当时放置流胜光果的 那主室相当于现在卧室 你万万想不到呀 这边呢 侧室还有一间 它既然是个玉石 看来古人呀 还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 正如资料所记载 刘圣生前呀 有好酒的习惯 墓中不仅陪葬了大量的金银玉石 还有呢 33个装满酒的正方形大刀钢 这钢上呀 还写着酒的名称 种类和重量 酬酒总重量呢 约折合今天的一万斤 这得喝多酒呀 才能喝完呢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2000年之后出土之时呢 钢类还有粘稠的残留美酒 这就是2000年前的环保灯了 长信宫灯 用青铜铸造 整体溜金工艺 灯高是48厘米 宫女高呢 44.5厘米 重视15850克 灯上还有9处可有名文 共近65个字 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 宫女跪坐着一手直灯 另一手呢 扶袖子仿佛在挡风 神态田径优雅 造型十分生动 灯的各个部位呢 同时可以拆卸 灯盘转动可以调节照射的方向 灯罩开合可控制照明的亮度 烛火燃烧的烟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 起到吸收油烟的功能 防止了室内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 长信宫灯的出土 不但体现了2000年前古人的环保意识 还体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水平 国外的专家学者看到此灯呢 都对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竖起了一个大大的拇指 那墓室怎么排水呢 当时把陵墓建好之后 如果到了雨季 防止雨水伸到地宫里面 损坏这个陪葬品 所以古人呢 在这个地方呀 又开凿了一圈排水渠 流到这个渗井里面 而这个渗水井呢 设计在整个墓室的中间的位置 更好的起到了渗水的效果 古人呀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就是那套价值连城的铁铠甲了 你敢相信吗 上面的甲片呀 多达1500多枚 您仔细看 上面的甲片呢 这个厚度设计的相当合理 穿在身上不影响作战 而且呢 防御性呀还特别的好 咱们赶紧去看看那件价值连城的金铝玉衣吧 我国的金铝玉衣呀 已经闻名世界 但是女性的金铝玉衣呢 更是罕见 玉衣也称玉侠 是穿戴着的身份 等级的象征 只有贵族才能够使用 普通人是不能够使用玉片的 现在看到的金铝玉衣 她的主人呢 就是中山静王刘胜的王后窦腕 她的全长是1米72 玉片呢2160片 金丝是700克 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 在2000多年前 汉代的皇室贵族们呀 死后呢 要用玉片跟金丝编制的玉衣做脸服 他们认为这样能够保持尸体不服 而中山静王刘胜的金铝玉衣呢 长是188厘米 玉片有绿色 灰白色 淡黄色 褐色 共计2498块 金丝重视1100克 采用0.08到0.14毫米的金丝 跟大小不同的玉片 根据身体不同的部位 采用不同的编织方法 那么古人到底用什么方法 编织出来的呢 能保留这么长时间 至今都是一个慰藉之谜 当时出土的时候 牧主人呢 早已经化成了一捧一土 剩下的只有这件价值连成的金铝玉衣 在古代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的费用呢 相当于100户人家的总收入 一个高级的玉器工匠 要用将近十年的光阴 才可以制作完成 而这件中山静王刘胜的金铝玉衣啊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珍贵 据说至今在世界上都不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来 这就是中国古代工匠的记忆跟智慧 关注木子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知识 这里就是小学课本上的赵州桥了 至今呢 已经有1400多年了 但是有个传说 课本上他却没有说 只能在当地老人那里才能听到 话说当年鲁班看脚老百姓过河 都得靠船 而且呢 何宽浪急 心里担忧百姓们的安全 就开始琢磨了 怎么才能帮助老百姓呢 俗话说 要享富先修路 要过河先搭桥 于是呀 经过一夜的不懈努力 在28星宿和仙童的帮助之下 终于造出了这座赵州桥 当时的百姓呢 可是高兴坏了 就在这个河边上是敲锣大鼓 燃放鞭炮 非常的热闹 那么这个事呢 他就惊动了张国老 结果张国老啊 叫上他的好友柴王爷和赵匡印呢 就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到了桥边之后 看到鲁班正笑呵呵的 和来回路过的百姓在打招呼呢 心想我得看看这桥的质量 顺便呀 为难一下他 于是呢 就朝着鲁班喊道 这桥是你修的吗 质量怎么样啊 那么我骑着驴 他们推着车 从这过 能禁得住吗 鲁班一听 有点不乐意了 别说你这小破驴车 就是金车银念都过 也没有问题 张国老听后啊 觉得鲁班口气太大了 运用了法术 把日月星辰装进了驴背上的大连里面 柴王爷呢 车上也推着五月明山 由赵匡印拉着 直接啊就干上去了 他们刚晚上一走呢 赵州桥呀 当时就是一颤 鲁班一看 急眼了 可别把我的桥呀 给压塌了 连忙从这里跳下去之后呢 用手托住了桥身 由于太重 这驴呢 都蹬出了一个驴亲子坎了 看到了吧 轮子呢 当时也把桥面这个地方压出了一条车折印 当时因为赵匡印拉车太猛 导致柴王爷呢 当时单腿跪地 桥面上就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膝盖印 鲁班当时啊 因为力脱桥身 在桥下呢 当时呀 留下了一只大手印 虽然这只是传说 但是1400年的历史 那是真的 赵州桥不仅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结晶 还开创了中国桥梁建筑的崭新局面 那么赵州桥他到底是谁建的呢 如果您知道 就把他打在评论区吧